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晚上好 华人农历新年要到了啦 相信大家这段期间也是会比较忙碌 打扫 物质 购买年货等等 都是我们每一年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经济大环境当然现在不是很好 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经济是有点萧条 所以今年个人感觉 我有跑一些商场看到那边的人潮 跟买气在今年似乎不是那么的旺 因为经济大环境不是太好 好回到马股 今天回调了大四 KLCI跌了1.47 所以在1493.56 然后下跌的counter485个 上涨的是有411个 所以全场今天最亮眼应该是revenue revenue今天竟然暴升54.6% 早期是revenue最近当然公司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么当然我有稍微去了解一下 是还没有真正花一个时间来说 这个revenue公司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过当然你在YouTube 你会看到很多老师都有在讲这个revenue 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包括说他两个之前的执行董事 也是revenue的cofounder 就被suspended ok因为有人投诉了 可能是不懂什么事情 那么两个执行董事就停止 要可能接受调查咯 然后之前revenue的cfo 就是首席的这个财务官 也resign ok也辞职 然后又报这个被啊 停止的这个执行董事 他过后又带了4个人硬传公司 带走了30箱的文件 ok 这当然是一个大事情 对revenue来讲 所以就不奇怪了 之前revenue的股价就跌到4毛多 就跌了相当相当多 那么今天revenue这样起了50% 当然可能市场一些人觉得便宜 ok就进去捞咯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有也是一些投机的一些 一些人在里面 就推高了他的一个股价上来 当然revenue目前的股价 能不能够sustain 时间才会告诉我们 ok 还是只是一个短炒 so ok 时间很快会告诉我们答案 然后今天手套板块是有起一些的 当然像turt glove起到比较凶 turt glove起了一个7.9% 走想到手套就要讲到covid-19 大家知道现在日本跟中国大陆 covid-19的情形是比较严重 特别是中国大陆有人估计了 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 他说 其实中国一天死了9000人 然后当然是老人居多 ok 那些可能60岁以上的老人 死的人是死了蛮多的 so xbb1.5%最新的变种 现在在全球肆虐 包括西方的美国欧洲这些地方 你可以看到xbb1.5% 然后初步的报告是说 xbb1.5%它会引起再次感染 就是说如果之前你covid-19 possitive了之前的一些变种 那么你再度遇到这个xbb1.5%的话 你还是有可能会再次的确诊 ok 这就是xbb1.5%可怕的一个地方 so 美国的专家是说了 他们预期美国搞不好一两个月之后 又会来到一个疫情的 因为这个感染的人数再次的飙高 ok so 当然这个疫情如果升温的话 就是手套股 ok 就这样子 然后Ewin 今天EWEIN 它也飙升了27.5% so Ewin 它最新业绩YOY 进步633% 好 讲之前一个小小广告 就我本身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好 来到今天蛮多选股了 回酬是不错的 像Francon 今天也起了9分 收在3.333 它最新业绩 YOY 进步27% 直接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71.5分 野派的股息 16.4分 加上Free Warrant B 14.5分 早上4年5个多月 也是有642%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12年才会有 那么这个选股报告上面 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 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很多投资大师 他们长期都在使用这个方法 当中最出名的当事 巴斯巴菲特 曾经用全球首付 它是巨大的成功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我们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 各方面标强的公司 所以绝对 不是投机的做法 会建议 至少Buy and hold 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两年之后 未来这些公司 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也是挺高的 那你闲价的回酬 也不会低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 如果要进一步知道详情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前聊咯 这家公司 蛮稳的一家大蓝筹股 就是Tenaga National Burkhard 它的code是Tenaga 中文应该是国能 国家能源 这家公司 因为今天大肆回调了 那么它也跌了一个三分 说在9.45分 它在去年7月的时候 它的股价那时候只有7.70.7分 OK 所以短短6个月的时间 它也是有一个23%的回酬 OK 6个月23% 这种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两年 把它作为一家大蓝筹股 半年的时间 也是有23%的回酬 也是蛮不错的 OK 所以谁讲买Tenaga不能赚钱 OK 半年还是给你赚一个23% 其实是蛮不错的 它的市值marketcap 544亿的一家公司 NTA高过股价 它的NTA是9.99.23分 几乎是10块的NTA 高过股价 Dividend yield也是有4% OK 它的股息率有4% 是蛮不错的 因为国人其实它的cash flow 现金流还是蛮稳定的 所以它有能力 每年派发一个不错的股息 然后有时候还会给你惊喜 拿一个special dividend 特别股息 最新业绩11月23号 QOQ 进步2% OK 对比上个季度 小小赚了一个2% 它的net profit 因为这个季度 它的expenses 它的卡运营开支 有降低一些 它们有节省一些成本 所以这个季度 Tenaga 它还是赚了8.9亿 OK 一个季度赚8.9亿 差不多是9亿 49 36 OK So Tenaga 你可以说它稳稳 一年都至少会赚一个30多亿 是蛮 蛮稳定的一家公司 OK Tenaga 那么好 这家公司它的业务 当然 它几乎垄断了西马的这个发电 它有发电厂 OK 它有很多发电厂 发电 然后发了电 当然它就卖电 OK 卖给 Domestic 住家 还是office 还是工厂 它就卖电 所以要卖电的话 当然它要输电 它必须有这些电线 这些grid 这些输电网 OK 才能够把电输到各个角落去 OK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所以最近我们的新首相 Datochi Anwar就拜访了印尼 OK 见了印尼总统 然后当然这一次 它也带了蛮多马来西亚大公司 包括Tenaga 的一些LOI Later of Intent 就是要双方 马来西亚的大公司像Tenaga 就会寻求可能跟印尼那边的公司来合作 OK 来合作发展 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尼要迁都 因为现在印尼的这个首都亚加达 加加达 它每年都会沉下去 OK 只要他们估计不久 可能加加达蛮多的土地都会 可能会低过这个海平面 因为它不断的下沉 然后它也太过于拥挤了 作为印尼的这个首都经济跟文化中心 所以印尼人他们就要选一个新的首都 他们就选到了在东马的 Kalimantan OK 就是这个Nusantara 它新的首都的名字 他们已经选定了 然后地理位置上是蛮靠近沙巴那边的 OK 所以当然会为马来西亚带来一些商机 所以这一次安华 他就 OK 就表达了Tenaga 因为他也是有带Tenaga的LOI 这个去到那边就说 Tenaga也是有兴趣探讨咯 在这个 新的首都Nusantara 有没有什么投资的机会 因为Tenaga它本身就是搞这个发电的 OK 发电站 然后做这个Grid 做这些输电的电缆这些 Tenaga有意思跟印尼的公司 就是Piti Prusa Haan Listrid Tenaga 来一起探讨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来可能会开发 在印尼新首都那边的一些书店的基础设施等等 然后Tenaga当然它内部也是蛮乐观 因为这个Nusantara他们已经说了 他们会大量使用这个RE Renewable Energy 再生能源 就是所谓的像太阳能 风能 还是水力发电等等 这些所谓的清洁的发电 不会污染环境的 Nusantara他们Target是未来100% 用这个再生能源来发电的一个新的首都 Tenaga是说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到 这个Nusantara 可能太阳能 风能 还是水力发电 他们的 这个New Energy Division 这个新能源的部门 Target是定到很高 他们Target是说可能2030年 7年之后 这个新的能源的部门 他们的再生能源的capacity 发电量将会高达7.2GW 7年之后 我会说是蛮大的目标 他们的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要高达7.2GW 是7年之后 OK 也是你可以想象这7年里他们要搞多少 这个再生能源的发电站 才能够达到这个Target 把他们是所谓的景色乐观 可能会是达到的 然后其实Tenaga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ICPT Imbalanced cost pass through 一个机制 因为Tenaga它本身 它当然发电是要有成本的 比方像煤炭 还是天然气等等这些成本 所以有时候它的成本 如果升高的话 那么它当然就会少赚 还是会亏损这方面的担忧 所以ICPT就可以让Tenaga减少烦恼 就是说如果它在成本方面 有一个转价的机制的话 它成本走高 然后政府如果能够补贴回去的话 那么对Tenaga而言当然是好事 就代表说它的盈利的能见度就会比较好 会比较稳定 好消息是说政府已经批准了 就是Tenaga的ICPT会继续的照跑 然后政府原则上也是同意跟保证了 就是至少会有60亿 马币60亿的ICPT相关的东西 来支持Tenaga的working capital 它的营运资金 所以当然这个政府这个60亿 目前是在finalization最后的阶段 可能就要等finalize一些文件之后 你可以说就是稳稳了 这个政府担保的一个60亿 所以由这个东西担保它的业绩比较稳定 它的现金流比较稳定的情形之下 那么就像刚才说的 Tenaga国能它的dividend policy 它们至少是30% 就说它每一年net profit 至少会拿出它的30%来 派发股息来回馈股东的 不过Tenaga很多时候是超过30% 它差不多是60%左右 来回馈股东派发股息 你会看到有时候会有一个 special dividend在那边就这样子咯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发电utility 这个板块进来有起一些上来 其他的像Rent Hill等等 你可以看到最近Tex Cycle 也是有起一些上来 最近这个板块是不错的 所以刚才我说了 Tenaga这6个月也是有23%的回酬 大蓝筹有这样子其实是蛮不错的 NTA差不多10块钱 高过于它的股价 Dividend yield现在又4% 4%的股息 现金流又蛮稳定的一家公司 Tenaga当然这家公司 它会不会倒闭啊 这个问题我觉得机会是很低的 如果你要说公司倒闭的话 因为它几乎是垄断性质的一家发电公司 然后这个现金流各方面也是蛮稳定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说Tenaga 这个担忧 到底收不收的回 之前像去年7月份它跌到一个低点 就是那时候很多人操作说它的 就是receivable 人家欠它的钱 它能不能拿得回 这是一个可能算是一个潜在的隐忧 如果你看回Tenaga过去的cash flow 我觉得还算是蛮稳定的一家公司 所以 当然 一个问题就是 经济的大环境 包括国内国外 那么 如果经济萧条 Let's say 当然 现在其实已经是有一些萧条了 那么未来如果经济更加萧条的话 当然会影响到国内这个电流的使用量 可能就会减少 就可能会减少到Tenaga这个profit 所以它的一个risk 蛮大的一个risk 就是经济大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OK So 简单的分享到这边 最后当然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的那四个字 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咨询 记得把它like和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当然 所以会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收看 我们再会 Bye 好 好